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 最近欧盟一直在酝酿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但因为内部有不同意见 所以最后方案和实施时间都还未能够确定 于是先摸摸底 搞像没有约束力的秘密投票 看下支持和反对的成员国哪边多 15号投票有了结果 只不过欧盟只是公布票数 而到底哪个赞成哪个反对 是由各国自行决定公不公开 据知情人透露 赞成加征关税的有12个 包括八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反对加征关税的只有四个 匈牙利极有可能是其中之一 非常特别的是气权票竟然多达11个 德国芬兰瑞典可能就在其中 这个加税方案有点复杂 它将在中国生产电动车的车企 按照亲疏程度分成几类 以不同的税率来征税 从17.4%到37.6%不等 最后适用税率是哪级 何时开始实施 还要等到正式投票才能够决定 为了把问题简化一点 我们可以这么看 法国代表赞成派 匈牙利代表反对派 德国代表弃权派 法国为何要投赞成票 因为它的汽车产业竞争力不够强 加中国车的关税 才可以保护它本国的车企 匈牙利为何要投反对票 它本身没有什么汽车产业 但是一旦中国对欧盟报复 匈牙利难免要受持余之殃 德国为何要投汽车票 因为加税虽然对它不是那么有利 但是它又不能够违背美国压制中国的意愿 现在对赞成加税的国家 中方已经开始启动报复措施 调查他们的葡萄酒和猪肉 有没有去中国倾销 结果相信想得到的 你加我的汽车税 我就加你的酒税猪肉税 对反对加税的国家 中方一定会投投报你 比如卖多些你的产品 卖东西给你的时候会打个折头之旅 值得探讨的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汽车票 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认为那些投汽车票的国家 心理状态其实是一眼看完 就是想向中国表明心跡 我是反对加税的 但是顶不须盟友的压力 麻烦你报复的时候 尽量放我一马 他们之所以不敢开明 居马投反对票 和投票规则的不公平 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用欧盟的规定 要想阻止这个加税方案通过 27个成员国中 要有至少15个投反对票 而且他们要占欧盟人口的六成半以上 就是说不是由简单多数的成员国 就可以否决的 而且是必定可以通过的 因为只是投赞成票的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人口加上 就占了欧盟人口的四成 就算其他国家都投完反对票 都没用 方案一样可以通过 那还投什么鬼票 作为欧盟支柱的德国 这样的毛拉规则竟然都要接受 这些就叫做自焉 自己焉了自己 这个方案如果最后实施 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德国 它在中国投资的车企做出来的车 反销欧洲的时候就要挨贵税 欧盟为了避免德国将大众保马 列为合作企业 不按照最高税率来征税 就算是这样 税率都超过20% 是现在的一倍 如果中国政府对等报复 也将车税加到同样水平 在中国卖税率一样是两成 那德国车的中国市场还有的 卖去美国又更加不用想 税率是100% 德国对美国对欧盟虽净 只能自吞苦果 如果默克尔斯拉在位 我倒他会学英国来个脱欧公投 呼应欧亚美一拍两散 好 下个话题 昨日有两个新闻 分开来看不算轰动 但是加上来看 就反映出人类社会一个大问题 就是怎样竞争 才是正路 新闻一 中国中车长春公司发布了一款 可以满足时速400公里动车组 所需的高速内置转向架 也就是说用了这些东西 高铁的时速就可以达到400公里 新闻二 因为白宫可能进一步收紧半导体企业对中国禁运 美国股市半导体板块全线暴跌 单日市值蒸发五千多亿 今时今日 中国的高铁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时速350公里就已经普及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这样的情形下 为什么他还要将时速提高到400公里呢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 就是要将优势扩大 让对手更加难以追赶 现在美国的半导体技术领先中国 为了防止中国超车 美国就已经对中国实销了严厉的制裁 都还严未够 还要加码 宁愿自己的企业利益受损 杀敌伯伯 自选一千都在所不惜 这就是两国对待竞争的眼光和格局不同 享受更加富裕便捷的生活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要达到这个目的 分工贸易竞争是必不可小的 你追我说 互相超越 才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发展高铁那时 西方的封锁力度不算很大 所以较为顺利 等到中国追上反超 西方就只能够在后面食尘 中国没有盾扣机的时候 西方不单只要天价才肯卖 维修那时还要清场 不让中国人看 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中国竞争 到今天 中国做的盾扣机 世界市场占了七八成 国内市场占了九成多 那他都还不停步 还要努力做出更便宜更大更先进的 现在 美国动员整个西方在半导体领域制裁中国 想不让他超车 如果美国转回头看看高铁囤扣机太空站等等这些例子 他就应该知道封锁和制裁是绑不住中国人的伤脚的 不需要多久 中国人就会在半导体领域追上来 甚至反超 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股份是天行建 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意思就是 不管有没有对手都要不断努力 就好像跑步比赛 前面有人自己就跑快点追过他 前面没有人自己也都要跑快点超越自己 有了这种精神 还怎么会怕竞争的呢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讲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